黄天鸣 你欠我的钱也该还我了吧 滚远点 到我回家做饭 喜欢做饭是吧 我让你做 不是你有病吗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你花的钱是我的 住的房子是我的 就连你开的车也是我的 别在这白日做梦了 赶紧给我滚 男神先冷静一下 有种话咱好说明白吧 可以说说女生说的欠钱怎么回事吗 她说我前女友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是分手了 但是咱俩这件账还没算清呢 那些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说的是那些东西吗 或者那些破烂才值几个钱呀 破烂 你管那LV的包 十多块钱车叫破烂是吗 你要是瞧不起你别用啊 你还给我呀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我不是也送过你东西吗 对 我过生的时候 你在超市给我买了一个手动体恤包 咱俩一周年纪念日 你在夜市地叉上买两件破衣服 加起来总共不到四十 还是个人吗 我能给你买就不错了 那送礼物不就是小来小去的吗 再说了 有这些好的东西你也没想着我呀 房子是我买的 而且装修钱也是我出的 你给我再起的时候 你一口一个房子是你的 房子是你的 放我当什么了 那房子不写我的名字 那就不是我的家 那个睡大觉有什么区别啊 我钱给你花着 车子给你开着 我爸妈的房子给你住 你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满足啊 你搞清楚 是你要跟我结婚 那你的钱不都是我的吗 我都跟我闺蜜说了 我嫁了个好老公 现在我们分手了 你把钱 房子车全都拿走了 那我怎么办啊 好老子 我在你眼里边到底算什么 女生 提款机你得有自己的钱才能去吧 你这样跟明强有什么区别呀 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帮我的 不是帮她说话的 那咱也得讲讲道理吧 还有男生 这样的女生真的不适合你 找优质女生你一定要去牵手上看看 里边的姑娘好看还不高冷 学历都是本科以上 这网上认识的靠谱吗 当然靠谱啊 牵手认证完成 就能跟不同类型的美女约会 而且里面爱打游戏的小姐姐超多 不仅颜值高 声音好听还温柔 当她吃鸡 会甜甜的喊你哥哥 不要太快乐 想找个女朋友一起打游戏的 快点走下角试试吧 那房子车子我不要了 我也想和你好聚好散 那你给我折现吧 你说什么 既然房子也不能写我名 也不可能跟我复合了 一块钱都不可能给你 我告诉你 我要这个数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到时候别撕破了脸皮 对大家动不好